究竟成绩如何可以越做越好 当然你要经历训练 一次要比一次更好 所以我们经常都在追求恢复的速度 因为如果你今次练习完 但你未恢复到下一次 其实你下一次是做得不好的 那如何可以争取最短的时间做最多练习 而你可以跟随到呢 当时是有恢复力的 包括这个细胞经常都会有酸痛 有酸积聚的 那如何去清除呢 除了睡觉睡得好 按摩拉筋 饮食有营养 其实都要外在的按摩 甚至是一些能量方块 去帮自己去塗均 整身可以快点修补细胞 究竟能量方块和普通肌有什么不同呢 我自己平时用的时候 就是要加6次水 可能塗一层 一次 两次 三次 尤其是比较酸痛的位置 甚至一些比较困紧 或是受伤的位置 我经常会有得多些 希望它可以快点 助養 和可以令细胞接受多酚 清除一些自由肌 让自己可以快点修复科 因为我们长跑 经常都会接触到很多 外在的破坏因素 尤其是自由肌 特别多 它是破坏细胞 所以整走地才可以重建细胞